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俗委员会及委员纪校席模范联合表扬大会 其中大安区民俗委员会多年热善后施 在会长沈凤云的带领下 每年都荣获表扬 大安区民俗委员会秉持着关怀社会精神 积极推动参与各项民俗公益活动 广受民众好评 日前受到台北市民政局表扬 由副市长林一华颁发奖项 今天是台北市政府表扬113年基欧团体 很荣幸我们大安区民俗委员会 每个委员都非常的热心来做善事 所以我们也感到非常的荣耀 尤其今天有81个得奖人 我们大安区就有二十几个委员受奖 这表示我们大安区 这个是一个大家说天龙国 但是呢 我们也是一个富额好礼 乐善好施的大善人 大家都愿意做善事 刚刚主席副市长也跟大家说明了 今天总共受奖的捐赠的是11亿3800多万元的捐款 今天才有权利来到这边享受这个捐款 虽然这个礼 搬了这个薄薄的礼 但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安区在政区长的率领下 把我们大安区的每个的人文特质都表现出来 我们除了感谢我们大安区的民俗委员会的全体委员 也感谢大安区的政区长 愿意牺牲小我来帮助我们大安区做很多的善事 我们也要顺便来感谢区长的付出 每年的这个春节辉豪 爱心兼学免费健康检查 颁发高中大学研究所博士班的奖学金以外 我们也做了城乡交流 我们今年是第23年做这个城乡交流的活动 我们每年都选三个乡镇 像去年我们是到了宜兰的南澳乡 圆山乡 宜兰市公所 今年我们是选择新竹县的五丰乡 关西镇 宜兰山乡做这个捐赠活动 我们就刚刚我所说的把我们大安的大爱精神 垃圾号师的精神散布到全省各地 因为我们每年做三个乡镇 我们已经做了23年 等于我们也弄了这个七八十个乡镇 这些钱都是我们大安区热心人士 大家共襄盛举 把大安精神的做出来的 台北市民政局当天也颁奖许多 基优宗教团体 民俗委员会及消息模范 感谢这些平日热心奉献默默行善的人 福安光平常的话 就是提供很多民众在那边祈求拜拜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我们平常有 有洛适团体我们会捐赠 譬如说像我们那个中原普渡的时候 有很多大量的食物啊 我们会捐赠给洛适团体 譬如说那个育肉院 还有那个长老院 还有孤儿院 我们都提供大米 还有那个油 还有那个食物 面线饼干都会送给他们这样子 我们每年都会这样做 然后再加上我们福安光 也是列为台湾的十大财神庙之一 然后很多地方都会来这边拜拜 然后不只是这样子 我们还提供友善的厕所 让那个外出人 或是那个出外人 都可以来这边上厕所 不只是我们有最好的微笑 重点是我们有最棒的 很多的好人 很多善良的人 能够在我们的台湾社会 在台北里面默默地付出 而这些今天我们要强调的观念 就是一个我们要不能跟着时代变化 好像整个科技的发达 但是提醒我们呢 不能因为时代的变化 我们重要的价值 而因为这样而流失 透过各位成为大家的典范 有一个遵循的目标 也让我们所有不同的世代 知道其实一个社会 要能够大家觉得有希望 觉得很正向 其实重点就是有像各位一样 可以成为他们追寻的典范 所以再次就像刚才主持人有提到 今天我们要表扬45个宗教团体 大家刚刚说的11亿4632万 这真的很多钱 大家你看多少我们台湾的民众 这样子来发心 来奉献 而这些善款呢 也用到了我们很多的公益慈善 很多的儿少保护 很多的老人关怀 很多的弱势家庭 还甚至有社区建设 所以就知道 我们宗教团体 不只是宗教事业 还真的把善这样的一个种子 种到我们所有的美人的心中 非常感谢 再来呢 我们的民俗委员会 哇 这是跟我们社区紧密结合 所以我们今天有11个民俗委员会 得到表扬 有83位 我们的民俗委员 也是一样要这边接受我们的感谢 那我们的民俗委员会 不只在台北市推动 甚至也一样 到很多其他的县市 来去把我们这样民俗改善的观念 能够 还有很多我们的传统 好的价值 一起来保养 保存跟发扬 再来呢 我们今天有四个笑形模范 这四个笑形模范 也是告诉我们什么 孝顺啊 孝顺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那尤其今天很难得是 我看民政局选的 有一位还是我们现在 还在念书的学生 所以就代表呢 孝顺的观念 没有世代的差异 其中一位是我们的大学生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观念价值的传承 回过头来讲 今天最重要的部分 就在这个地方 要再次代表台北市政府 要代表小安市长 感谢在座的各位 这次共有45家宗教团体获奖 捐资金额达新台币11亿多 在民俗方面有11个 各区民俗委员会 及83位委员获奖 以及四位笑形模范人物 藉由表扬大会 让获奖人把心中的力量 寄取发扬光大 也鼓励大家多多省善 记者问句台北报告 响应国际无车日 即日起到10月11号期间的周五早上 民众骑乘自行车到八处指定地点 自备环保杯就可以免费换咖啡 直到数量换完为止 即日起到10月11号期间的周五早上 民众骑乘自行车到八处指定地点 如新一广场、中信广场、大港前公园等 自备环保杯就可以免费换咖啡 直到数量换完为止 台北市交通局响应9月22号国际无车日 举办系列活动 其中之一就是要鼓励民众搭乘大众运输 包括自行车 因此推出又应邀明参与 那其实整个国际无车日 它其实是在这个1998年的时候 在从法国这边开始推动的 那它当时推动的时间就是9月22日 所以额后每年的9月22日 都是这个国际无车日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时间点 那它的主要主要就是希望说市民朋友 可以不要使用那个个人的交通工具 不要使用汽车、机车这一类的东西 来进入城市里面 都尽量使用绿色的一个交通运输工具 像公车、捷运、甚至是骑脚踏车或步行的方式 那在这个部分台北市在91年的时候 也开始这个响应这个欧洲的一个推动方式 来做这个武车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 当然这个做推动之后 其实也获得蛮多的一个好评 那也希望说 这个活动能够一个持续下去 所以其实我们在过往的国分 大概已经举办了22年的时间 那其实前面10年的时候 大概就是自行车还在这个同博发展的时间点 那在101年之后 因为U-bike的一个导入的关系 所以101年之后 我们透过这个一个政府机关提供一些鼓励的方式 那我们用比方说喝咖啡的20活动 吸引民众多使用那个绿色运输的 这个自行车这种交通工具 来进入城市里面 那这个部分 在这个之后 我们就是一直持续这样子推动下去 那今年的部分 我们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 那整个活动的部分 大概今年的五车日是在9月22日星期日的时候 那因为这个星期日大概政府机关没上班 所以我们提前在9月20日星期五的时候 我们配合这个周五绿运输的一个活动的关系 让这个整个自行车的或者是步行的这个市民 能够用这个绿色的交通运输方式来进入城市 所以我们周五绿运输的时候 我们也提供了这个骑自行车来换咖啡的一个活动 那也鼓励这个市首长的部分 来一起这个搭乘这个捷运或公车进入这个市区里面来工作 那当然其实同时也这个结合那个教育局的一个学生 鼓励他们用步行的方式来取代这个 这个家长用骑车或是开车接送的一个处理 那这个部分我们骑自行车的部分大概就是从9月20日开始 我们每个礼拜我们的早上7点半到9点半的时间 会在这个八个捷运站点 包括信义广场中信广场这些地方 八个捷运站点我们提供了这个 骑自行车换咖啡的一个活动 那当然其实这个换咖啡我们也是希望说市民朋友 因为是绿色已经输入日嘛 所以我们也希望市民朋友之后 用这个自备环保杯的方式来取得这杯咖啡 那这个东西是我们由交通局跟捷运公司这边来共同推出的一个活动 那让市民朋友这个动力能够多一点这个诱因 吸引他来做这个鼓励响应率运输的一个活动 那其实在这个部分我们在去年的时候这个市长也结合这个无测日的关系 我们在市首长的部分来带头去以这个捷运运的部分来进入城市 那其实在今年的部分我们在920那一天我们也是有请这个市府跟机关首长 以及同仁的部分我们一起来响应这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我们会收集相关的资料到时候在920当天我们把这个资料提供在这个交通局的一个网页上面 那另外呢这个教育局的部分他们也针对这个国小学童的部分 来鼓励他们用步行的方式来上学 那在今年上半年也在这个国外、永建、清江、中校这四个学校来做试办 那因为试办成效良好所以其实113年的下半年会推广到其他高年级的学生 那这个今年的部分我们也请教育局的部分来共同支持 他们会原则上会把这个各个学校的学童都一起来请他们做这个步行的方式来进入校园 那当天的一个这个减碳成效应该是还蛮可以预期的 除了免费喝咖啡交通局也和教育局合作推动国小学童低碳走路上学活动 让学生知道走路也能帮助地球减碳 另外也透过市府首长9月20号当天不开车 改搭乘捷运公车或U-bike走路上下班减少碳排放 不是要强调的五车想要说因为在上班时间的一个公运或论运输的方式 所以我们提前到9月20号来做这样的部分 那这次又跟不一样的是我们结合教育局的部分 国小学童能够走路上学去 这个是一个真的以往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们小时候像我们这一代的小时候是用走路上学以后 后来好像都是家长接受 那我们现在因为能够走回来说 那那个走路上学去能够再回来 让小孩子走路上学自己来走路上学 那这部分当然如果我们会 如果我们有个安心情计划 我们就做了国小的部分周围的那个步行的通道 我们就把它做一个整理 所以该重建的该整修的 我们会做整修让小孩子上学能够方便 那这个部分其实那个教育局这方面 他们也蛮努力在推动这个 他们从今年上半年也是四个学校 下半年也是全台北市的学校 十到六零级就回来做这个顾问 那这个两千三个班级 就将近六万以上的学生会参与 那六万以上的学生就等于六万的家长 就是家庭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计划 做这个响应这个无车日的计划 那我们能够让孩子对于零碳 绿生活这样的观念能够扩展到他们的对家长的一个 等于对家长的一个教育 然后我们才可以把家庭煤工台北市的家庭 慢慢把这样子的力量能够把它这个往外延伸出去 那我们希望的就是台北市 未来就是一个我们说零碳绿生活 大家一起来 为鼓励民众响应周五绿运输 蒋湾也和艺人于晨沁拍摄宣导短片 邀请国小学童家长与民众一起绿运输取代私人运聚 记者温文俊台北报道 行政院正紧锣密鼓的筹备成立体育暨运动发展部 四位立委召开运动政策座谈会 目标要用国家规格扶植新兴与社区运动 为让筹备中的体育暨运动发展部能够接地气 了解运动选手及民间团体的需求 立委吴佩毅、苏巧慧、陈培瑜及何欣纯 在立法院召开国家运动政策座谈会 吴佩毅表示台湾近年来出现许多新兴运动项目 但新兴运动却很难被纳入正式竞赛项目 因此对于选手或培育新兴运动产业 都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就以街舞为例好了 我们现在是只有霹雳舞有纳入了亚奥运 所以是竞技运动 那街舞的其他的项目啊 比如说我自己跳New Jazz啊 或者说Lucky等等 其他的这个项目 就是在我们政府部门的分类里面 目前就属于全民运动 那所以在现行的制度下面 其他的种类的街舞跟霹雳舞 他所适用的法规跟资源 那会不一样 那例如说我们长期关心的滑板 我们台北市已经是台湾的首都了 场地还是相当的缺乏 滑板目前在全国 甚至没有国企标准的场地 然后很多家长还要自费 带着孩子出国去训练 那这些都因为是新兴运动 所以过去我们政府单位 可能比较不熟悉 我们的法规跟相关的政策 也正要去跟上民间的发展当中 像自由潜水的朋友 过去也时常跟我们反映过 都有类似遇到新兴运动的问题 那所以说这个当好是一个最好的时刻 因为我们就要成立一个新的运动部 立委何新纯认为 除了投入新兴运动资源 希望看到更多资源投入社区运动 立委苏巧惠则鼓励政府与民间携手合作 引导企业支持竞技型选手 甚至投入社区及学校运动发展 第一件事情是 希望能够引进民间的资源再投入 也就是希望企业可以来 不只支持竞技型的选手 那同时甚至我们可以引导他去做 社区运动的结合 所以可以有企业联赛的这种球队啊 等等啊也好 甚至如果体育署 我们这个模式如果好了的话 适当的 那是不是可以再增加到更多 学校体育的部分也可以 各位什么是企业投入 就是我们国民体育法修法之后呢 我们现在是在运产条例 鼓励企业投入运动的这个投资嘛 对不对 然后可以减税 抵他当年的这个 抵他当年的这个 盈利事业的所得税的时候 可以得到全数捐赠金额的 抵税是抵150% 你投入100万 你可以抵税150 对企业来讲 当然是一个好的诱因 那我觉得这就是 引进民间资金的投入 因为政府永远做不够 希望有更多的人一起投入 这是引进民间资金 我认为是好 那可以继续再加码 没有基层选手 不会有国手 那这是第一个概念 那如何从基层培育出 我们的国手 那每一层 每一个级 每一个阶段 那政府的资源 又该如何的投入 这个我们希望在未来 2025成立的运动体育局 运动发展部 能够看到完整的规划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希望未来 在各衙运单项里面 除了既有的单项运动 那可以增加的 新兴的单项运动 我们国家又是如何投入资源 来培育人才 第三个 我们希望除了新兴运动之外 社区运动 现在所谓的全民运动 我们更应该在未来 2025的不成立之后 我们希望能够看到 更多资源的投入 令委陈培渝则期盼 新部会走出过往的 分工框架 将儿少视为整体 去设计未来社区运动政策 让竞技运动全民化 我们希望把学校体育组 改成儿少与学校体育组 也就是当以儿少 为一个政策主体 去想象的时候 它其实并不是 成人运动的搭配 它也不是成人运动的附属 它必须以儿少为主角 去想象全新的运动政策 这件事情 我相信这也是呼应 赖清德总统在竞技运动 全民化的政见概念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也要拜托体育署 在后续升格的 整个组织调整里面 必须要去想象 以儿少为主体 是什么样态 我必须要说 对很多人来说 这件事情都是陌生的 甚至对我自己来说 如何在运动政策里面 以儿少为主体 都是需要很多很多的讨论 座谈会中与会的运动选手 民间团体及学者 也纷纷提出 在推展新兴运动 及社区运动 所面临到的问题 包括经费与资源不足 软硬体设施缺乏等 期盼新部会能关注重视 很多人问我说 什么是匹克球 我只要一出去 就老少嫌疑在追我 所以我会很简单的 讲一件事叫做 拿着乒乓球拍 在乙球场上打网球 从制度面 简单做一个改革 这是接下来 我们时候的 新兴运动场馆 在兴建的时候 麻烦把乙球场地 再写一个名字 叫匹克球 那就可以共用了 因为民众看到 是乙球场 我们在那边就挣 只挣着 网球场 网球场一直往球场 我匹克球贴下去又被赶 所以如果你网球 贴一个匹克球 我们就名正言顺 就变成是正宫 不是小三 我想大概那种状况会有 所以我觉得很多项目 也类似 综合球场期 要把它标示出来 就是你弄出来 我们就会去协调 我们师出有名 第一个 我们希望让我们这些社区 民间 让大家知道我们有很强 然后我们有很多人愿意做 我们有比赛 可以比如出国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有自费跟着去介绍我们自己的比赛 第二个我们场地 是不是可以真正体育部成立 要让一些球场说 这个社区运动在这边常常办比赛 它一定可以有几周 可以用 或者说它是可以正式的跟大家平起平坐去 去预控场地 然后第三个就是 像教育部成立了一个专责单位 它可以真正知道 我们所经历的困难 应该讲叫接地气吧 对于体育继运动发展部成立筹备进度 教育部政务次长张辽万坚表示 期盼在2025年能顺利挂牌 并落实四个核心 让体育运动壮大台湾 这个会期虽然是预算会期 但是我们真的希望 这个部的一个组织法 能够在大家的讨论跟支持中 能够赶快来通过 那明年能够顺利来挂牌 好 那未来的体育法院部 目前走的一个方向 我们当然希望说 能够达到一个体育运动 壮大台湾的一个愿景 那有四个核心 包括赖总统常常讲的全民运动 我们要提倡全民运动 要增进国民健康 强化选手的培训 来保障选手的权益 然后推动运动产业 来促进幸福经济 然后来推展国际事务 来让世界看到台湾 那这个核心呢 能够一步一步的来落实 那自然呢 能够透过体育运动来壮大台湾 体育继运动发展部成立在即 透过交开座谈会 听取各方意见 期盼未来能健全台湾体育发展 让国际看见台湾的运动力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想要多了解劳工权益 职场安全相关资讯吗 台北市劳动局 开设台北市劳动大学 整合劳动事务 职安 职能发展 移工等学院开课 协助民众提升职业技能与专业知识 保障自我的劳工权益 一般正常外行人就会像八天格一样 奶瓶直接随便乱咬 那我们市长作为一个专业三宝吧 到底该如何把这个奶粉有效溶解呢 我们就是要握住平身 然后左右摇摆 彻底溶解 透过学院课程亮点展示 台北市长蒋万安 轻松泡奶抱宝宝 喂奶拍格 台北市劳动局架设 台北市劳动大学主题网站 整合劳动事务学院 职安学院 职能发展学院 移工学院 开课455门数 让民众上网 快速搜寻学习资源 报名各项劳动知识与技能课程 我们台北市劳动大学 正式起用开幕 那在这个重要的时刻 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一上任 台北市长就非常关心 劳工的权益 劳动议题 所以我们当时 其实就有思考 要建立台北市劳动大学 所以我们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我们很用心地规划 整合建制 所以在今天 正式跟大家 宣布这个好消息 那另一方面 我们成立台北市劳动大学 我们既然要做 就要把它做到最好 所以我们相较其他县市 已经有相同性质的劳动大学 比较起来 我们当然有非常多 全国首创独特 而且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是全国唯一 结合了四大学院的劳动大学 那当然 这四大学院 包含的范围 包括了 劳动事务学院 职能发展学院 职业安全学院 以及 移工学院 我想这几项都代表 我们台北市 身为首善之都 我们也有非常多的 移工朋友 我们对于职业安全的重视 以及我们对于年轻朋友 未来职业的发展 以及相关所有劳工朋友 关心的劳动条件 都含瓜在这四大学院里 课程包含劳动条件 与相关法令 劳资争议处理 职场安全防护 职前训练 在职进修与职能体验等 可从而获得充实的 劳动知识与技能 对于个人进修 培养第二专长 及职业发展 都有正向帮助 我们劳动大学 它的规模 更甚至其他的 县市所规划的劳动大学 我们可以容纳一年 一万六千人次的训练量能 另一方面 我们也一年 有四百五十五门课 同样的 我们在台北市 邀请来的师资是最完备 同时我们规划的课程 相当的多元 那接下来 我简单跟大家介绍 我们这四大学院 大概有哪些特色 第一个 劳动事务学院 比如说 我们不只是全国 唯一 应该是目前亚洲 我们看到 首创有职场性别平等认证 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第二个 我们在这一次 劳动事务学院里面 甚至也把我们台北市 特别最先提出 关于居家工作 Work from home 的劳动条件 权益保障原则 里面的离线权 纳入在课程当中 第二 我们的职安学院 也就是关于职业安全 我想很多现场 各位理事长 在前不久 我们特别 也去参观了 我们XR 模拟演练的 这个建制的场域 我们透过最新的科技 包括结合 这个AR VR 等等 可以让所有老公朋友 模拟生理其境 比如在高空作业的时候 应该要注意什么事项 以及当高空作业 一旦发生意外 相关后续的处理 SOP等等 所以我们也很愿意 把这样的一个场域 纳入在课程当中 第三 也就是关于职能发展学院 那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 能够结合 包括最新的趋势 AI 人工智慧 ESG 环境永续等等 另外 也囊括了34个 包含甲乙丙 以及这些相关单一的 检核认定的这个场域 所以我想这些 都会在我们 整个劳工大学里面 能够呈现给所有劳工朋友 那第四个最重要的 也就是移工学院 我想今天非常开心 邀请到我们很多 驻台的使节代表 他们共同来参与 这重要的里程碑 我们会持续提供 更多元相关的课程 让移工朋友 在各个不同的职场领域 了解到熟悉相关的职场环境 同时认识更多元化的语言 文化等等这些相关课程 对于台北市 我们许多的移工朋友 给予更好的照顾 以及服务 所以非常感谢 参与的伙伴 大家共同努力 让我们台北市的劳动大学 能够正式呈现给各位 最后我要告诉大家 为了方便很多我们劳工朋友 相关团体 能够很简单 迅速地搜寻到相关的讯息 课程 我们有提供一站式的网站 大家可以很快速地 搜寻到相关的课程 职业训练的资讯 相关的劳动法令 都在我们的一站式网站上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持续不断的优化 让我们台北市的劳动大学 提供给劳工朋友 各个工会 更完整的服务 劳动局经过近一年的规划与整合 今天正式揭幕 台北市劳动大学主题网 也为市民朋友带来一个 全新的学习与成长平台 欢迎加入共同学习 台湾每年新诊断离癌人数 高达超过12万人 癌症希望基金会提出 癌后运动处方 有动物包笔 希望提升癌友日常活动的能力 帮助改善整体的康复效果 曾经因软潮癌 接受开腹手术及多次化疗的高小姐 示范癌后运动处方 帮助自己身体康复 尽管高小姐自己也是健身教练 但癌后的她同样面临三不知 不知何时动 不知怎么动 以及不知找谁动的处境 我在治疗的时候 已经身体这么疲累了 我还可以运动吗 那我现在治疗完了 那治疗都到一个阶段了 是不是可以开始运动 然后接下来是什么运动 就是我要如何运动 怎么样正确的运动 不会让我身体额外的负担 不会受伤 那甚至对我的癌症治疗是有帮助的 我要做什么运动 那最后是我要找谁来运动 就是运动其实是需要专业 就像刚刚谢医师提到运动处方 我要找谁来开立这个 专属于我个人的这个运动处方 这些都是需要去思考的 处方就好像我们在吃药一样 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吃药 你要吃哪一颗药 那你的药效的强度是什么 其实我们转换成运动也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要有顺序嘛 我们要知道要热身 我们知道我们的最主要运动要练什么 我们要练肌肉力量 我们要练我们的手 我们要练我们的脚 我们要增强我们的体力 那我们要选择什么样合适的运动 最后不要忘记了 我们一定要再做缓和收抄 比如说拉拉筋这样子 那这样子一个整体的流程 就是一个比较符合标准规范的运动处方流程 其中的元素有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的频率 一周要运动几次 一周运动个两次运动个三次 我们的强度要多少 比如说像先一师有提到 我们在运动的时候还可以聊天 那可能太轻松了 那如果我们要超强一点点呢 可能要有点喘甚至讲不出话 但是又不能把人家逼得太强 因为我们是在矮友上面做运动对吗 所以这个就很取决于教练的专业度了 那当然还有不同的运动类型 爬山也可以 在健身房举重也可以 我们的运动时间有多少 特别跟大家分享 有的人真的是体力不太够 我没有办法一次运动个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没有关系 其实真的从研究科学发面呢 跟大家分享一次十分钟 慢慢的累积 累积到三十分钟 累积到五十六十分钟 一样有效果 一样有效果 所以鼓励大家动起来 运动能降低复发风险 改善焦虑忧郁情绪 美国癌症协会也建议将运动处方 纳入癌后治疗重要部分 而在台湾多数癌友都知道要运动 但根据研究调查显示 癌后病友虽然有动起来 但近八成偏好走路 显示虽然有动 但并非动得有效 他必须是一个有动机的 有目的的 有计划的 而且最重要是有结构的 就是说你这个人到底是欠缺 运动项目里面的哪一项 有缺失 所以应该要补强 还是要整体的加强 最后它是要有规律性的 就是说你要持续 你如果做三个月 就不再来做了 那这个运动 大概也没有什么帮忙 如果NCCN建议 你每周至少150分钟中强度 75分钟是高强度 那你看我们国内癌友现在现况是什么样 低强度是完全不建议的 你公园走两圈 走三圈 走五圈 是完全没有impact 一点影响都没有 那那种就是一面走路可以一面讲话 甚至像这样子 我可以走路一面跟各位这样讲话 中强度的建议是要150分钟 但是你说话会有点困难 稍微有点喘气 高强度的话 大概一句话没办法讲完 他都会建议你一周你累积至少75分钟 你看我们国内的人呢 83%停留在低强度 公园学校菜市场 中强度的竟然百分之六十四 但是呢也大部分都做一次两次而已 而且他们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十分钟到三十多分钟而已 所以乘上他的次数以后呢 你会发现 总时间没有办法到达150 同样的到高强度呢 也是没有办法达到75分钟 那当他需要做癌后定期最终的过程当中 我们很期待他同时要有良好的运动 因为 癌后的这些运动呢 基本上就是要恢复健康的开始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希望传递出来的一个理念跟做法 那这样的癌症这个照顾过程其实很需要整体大家一起来 不管是家人 不管是癌症病人本身 还有包括刚谢医师所提到的MGO 就是一般的民间团体 那当然我们更期待的就是 我们的政府单位能不能够去统合所有的医疗资源 协助癌症病人当他离癌以后 在康复过程当中所有的一些资源 所以癌后康复真的需要是跨系统 跨科别不同 不管是哪一个之类的这些医疗同仁 或者是社会的所有人员们都能够跨过这些资源的整合 来协助癌症病友 他在康复的过程里面可以更顺利 癌症希望基金会提出癌后运动处方 有动无波比 强化癌有激励 肌耐力 敏捷 平衡心肺功能 五大核心能力 重建身体机能 有效提升日常活动能力 改善整体康复效果才是真正动之有道 记者林习惠 台北报道 清权机上河的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河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河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河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台北市松山区公所特别在暑假的尾声 举办新住民亲子书法彩绘课程 将色彩元素融入书法汇合中 让大小朋友静下心来 拾起毛笔 绘画出内心的艺术图文 一笔在手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 都露出专注安静的神情 由于现在的小朋友接触书法 拿毛笔写字的机会很少 课程将书法和着色绘画结合在一起 增加小朋友的兴趣 并在书法老师陈文树的指导下 大家开始发挥创意巧思 绘制出独一无二的古传图文彩绘画 刚才看得非常棒 那个老师跟我介绍一下 介绍那个字 然后用那个图文这样画出来 关琪琪 看起来就是跟一只老鹰 跟今天你们画的主题 那老鹰还蛮像的 对啊 那小鸟真的棒 你看那个 我们这个老师画的这个 这个是不是像一只鸟 是不是很厉害的 你要不要 就是 你们今天除了这个以外 那之后啊 也可以认真学 像这样子很有创意 对啊 关喔 本来就是一只鸟 关门的就是鸟 你看这一只鸟 但是叫关琪琪 你知道这个佛字吗 可能不知道啊 对啊 那这个 我们用那个字啊 可以写的很像图画 这个这样子非常的棒 各位小朋友想不想学 想啊 想喔 那我 那个 之后我们的办活动 大家可以继续来参加 那我们再请老师教我们更多更多的字画 好不好 好 松山区公所举办新住民亲子书法彩绘课程 吸引来自缅甸 印尼和中国的新住民家庭参加 希望帮助新住民家庭更好的融入当地社区 并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区长郑朝元表示 未来松山区公所也会规划举办更多的活动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松山区公所新住民亲子书法彩绘课班 圆满成功 大家赞 记者理席会台北报导 再带你来看内湖区公所 在大湖公园特别举办内湖夏日一起来的活动 吸引了许多内湖民众走出家门 在中秋节前夕享受快乐的亲子时光 新住民舞团充满异国风情的表演 让现场观众看得如痴如醉 紧接着国小舞蹈社团则展现出年轻与活力 还有学校社团美妙的歌声 宛如一场音乐饗宴 这是由内湖区公所在大湖公园 阳光大草坪举办的内湖夏日一起来活动 除了台上精彩的表演外 现场还有棒球九宫格亲子游戏 集体四人闯关活动 透过趣味游戏方式 结合内湖艺文团体表演 鼓励内湖民众走出户外 增进家庭互动 这个活动是结合了我们的人口政策 还有全民防灾 还有社会安全团 所有的跟我们内务区重要生活 相关的议题的一个宣导活动 那今天的活动为了给大家一个 愉快的一个周末 所以我们有用心的设计一些 相关闯关的活动 然后还有邀请 因为我们内务区六所学校的校长 非常的盛情参与 所以也有六个学校来表演节目 那这些小朋友来掌线 他们多彩多艺 最主要是我们设了很多的摊位 这些摊位都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大部分的摊位都有宣导品可以拿 所以待会欢迎参与节目 同时也可以去看这些摊位 看看这些议题 然后拿宣导品 现场还邀请各社府团体 及市政单位摆摊 进行交通安全 2025年世界壮年运动会 重阳敬老及防灾等宣导 希望这场户外活动 能发挥寓教娱乐的功能 在中秋节前夕 让内务民众度过一个 不一样的美好时光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迎接台湾高龄社会 台北市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规划近两个月的热龄课程 邀请64以上长者和孙子一起参加 唐三丈与孙悟空师徒一行人 前往西天取经 经过火云洞 遇到红孩儿主饶 西游记经典桥段 这回游乐林课程的祖孙们 共同演出 尽管口白动作有点深色 但卖力的演出 让台下观众看得津津有味 而对于第一次上台演出的 长者和小朋友来说 更是相当难得的经验 小时候有看布袋戏 小朋友他们小时候没有看 那就我们来这边学习 让小朋友了解一下 我们以前的游戏游玩 就是这种程度 让小朋友了解台语的奖会不会溜 这一次给他们学了很多 今天要演什么角色 今天要负责演什么 书午空 你有季老师教你怎么演吗 有 你今天负责什么 杀武警 那你是第一次跟阿公一起来 来参加一个 感觉怎么样 好 像我这种年纪都接近80岁了 可是我是从来不会去接触这一个区块 那因为这一次这样子来上课之后 我才发现到说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像我们以前是母语是台语 可是他这个台语的话呢 跟我们平常讲的话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觉得说上面在演戏的人 真的是不是简单 不是三年 五年的事情 他就告诉我们说 那个女儿要走的时候是怎么走 走下去的时候是怎么走 还有她的表情 因为老师他教的蛮详细的 他会教你那个布袋系那个 哦要怎么使用 以前完全不知道的东西 现在真的学了很多 那怎么会特别想要说带孙子一起来体验 因为他们可能以前也没接触过这个 怎么会想要特别带他们来体验 我是刚好在一个里长跟林长的开会的时候 他们去推广的 那我就因为那一次听到所以才报名 就想让他尝心一下 这以前电视上他也没看过啊 所以就想说有这个机会就让他过来看看 还好他学得蛮开心的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 能够学到更多的台湾的以前的 能让小朋友怀旧一点的那个东西 我觉得就是这次表演 然后我觉得很开心 然后我学到各式各样的 台湾的布袋系首偶的文化 我觉得非常的喜欢 我觉得是画的时候 我喜欢画画 然后刚好又遇到 可以画布袋系的部分的时候 我就很开心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结合大同区在地特色 安排一系列与布袋系有关的课程 邀请陈锡黄传统掌中剧团主演陈冠玲老师 交长者与小朋友 从认识布袋系制作戏偶 到登台演出布袋系 每一次的课程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基本上因为这些学生 这些阿公阿嬷或是带这些孙来 他们其实对布袋系 可能不要看过布袋系 但是他们不要亲自上这个舞台去体验 所以今天是成果发表 所以你看他们现在又很坚定在白练 很凌争在白练 因为我们平常都是在桌上做练习 但是我也跟你说上了舞台 起到舞台上 我们要说靠北 要说台词 还要听什么 那是非常需要时间训练的 这些学员他们也非常认真 真认真 已经尽量在丁腺 这两个位所得的生意 但是当然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但是已经跟起立舞台上已经很不简单了 有的小朋友是我们不说没来没来 我没来演没来演 到最后面是老师换我的没 换我的没 要上去表演了这样 其实这是一种进步啦 我也算半公生就跟你说 这是你可能这四人 头一半半半半就他 也是最后一遍 因为你未来有这个机会 要起这个舞台上 其实不是那么有这种机会的 所以要趁这个时间 趁这个机会好好把握 所以各位学员非常认真的 在做排练 在做演出这样 年龄层差距蛮大的 有阿公阿嬷 阿嬷小朋友 第一是疑人的问题 就是 但是要说台语呢 还是要说国语 说台语呢 阿嬷小朋友 有的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但是说国语的时候呢 我们有在拨布的时候 有一些台词啊 还是什么 其实说台语比较有趣 说台语比较有趣 所以这些小朋友也真真 我看到有的 虽然平常不会讲台语 但是他用著音把它写成 写成台语这样 我这样念 虽然念起来有点兴肛Q 但是他们既然肯认真的 我其实都要给这些小朋友来肯定 这样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在这个暑期的期间呢 能够让我们的长者 跟我们的小朋友 可以一起出席 然后可以让我们的长者 回忆到他们小时候的这个 掌中系布袋系的这个活动 那也让现在小朋友了解 什么是布袋系 那借由这个世代的这个活动 能够让我们世代可以共和 那也希望说 在这一个暑期的期间啊 小朋友跟家长 可以有更多的互动 将近两个月的布袋系课程 从制作戏偶到参与演出 都让祖孙们留下难忘的回忆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也期盼透过勒林课程 丰富饮法生活 促进世代共荣 记者离席会台北报道 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金融市民体育活动中心修筛工程完工 举行启用典礼成为基隆重要的一座室内网球场地 东信国小森巴谷队带来精彩的演出 基隆市长谢国良 议长佟子伟和多位议员 都亲自来参加基隆市民体育活动中心修筛工程的启用典礼 在体育署的补助和市府的自筹款 共一亿多元的投入下 打造了这座专业的室内网球场 府会首长都表达感谢与祝福 所以非常感谢在中央补助地方配合前市府跟先生市府 大家通力合作下能够把这个网球中心能够来能够完成 也谢谢在这边参与过的每一位好朋友 包括我们的学校教育处 各位同仁以及议会的大力的支持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我们的市民体育活动中心 尤其是我们三座的室内网球空间 也已经正式完工 可以正式来启用 那我们一起都非常的努力 来把这个室内的网球空间做得更好 最近我们去台北参加了这个 全国议长杯的网球赛 看到台北市 那他们直辖市也是首都 有一个非常漂亮 然后拥有非常多座室内的一个网球空间 我觉得非常的羡慕 那终于基隆当然我们那个规模不同 但是我们这样有好几座 大概至少有三座的室内空间 可以提供不同的训练的选择 而且场地我们也整理好漏水等等 因为过去这栋建筑物其实非常老旧 那也非常多漏水的问题 市民诟病 那这次终于体育场这样纳入的管理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里程碑 那也希望未来我们的网球运动 或是相关的场所都可以继续的来想办法 我们市政府都可以再想办法 在多个单项运动中都可以找到更好的场地 积极推广网球运动的前网球国手兄妹党 陈迪与陈怡市议员 两人出席活动 内心都相当感动 有了专属的室内网球场地 对于基隆培训网球选手将是很大的助力 其实真的是很很开心也很感动 因为过去以来像以前我在基隆这样子长大 每天其实就是望天心叹 因为不管是太阳当然是没问题 但是下雨的时候其实完全是没有办法打球 那有这座室内的球馆 其实也是在宣示基隆的网球的发展 未来一定会变得更好 那我们已经在努力在小朋友的一个 三级衔接的一个规划 在基层上做培育 我觉得任何的运动都一定要做一个三级衔接 因为要从小开始训练 如果从高中或者是从大学开始打的话 就是太晚了 所以就是很开心的有我们基隆有一个网球的室内网球馆 然后这些基隆市的小朋友可以很幸福的在这边去做训练 那之后出去跟别的县市比赛的话 我们不会输给人家 不会因为英语没办法中断训练 教育处表示将持续努力 让喜欢运动的市民朋友有舒适的运动空间 立委林沛祥服务处秘书长沈亦传也表示 将积极协助市府向体育署争取经费 来完善运动空间的软硬体设备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金融市政府和新北市政府 特地召开环保业务交流会议 市长谢国良强调未来两年将把全市一百多辆的市工车 更新为全新低底盘的电动公车 基隆市长谢国良和新北市副市长刘荷兰 互相执政礼物展现两市之间合作无间的友谊 基隆和新北两市特地在基隆市政府召开环保业务交流会议 由基隆市长谢国良和新北市副市长刘荷兰 分别率领双方环保局长以及相关人员参加 藉由实物经验的分享互相观摩学习 特别是在电动机车和未来电动公车的问题上 谢国良强调未来两年将把全市一百多辆市工车 更新为全新低底盘的电动公车 也将在四年五万台电动机车全数更换后 打造基隆成为全台电动机车普及率最高和减碳量最大的县市 在竞选的时候就已经提出目的是要节能减碳 好多人一开始都说做不到 但其实我们做到了 好多人都说我们做到了以后会拖垮财政 但事实上是上任到现在一年七个月 一年八个月还债超过了十亿 是基隆市政府财政二十年来最好的一刻 所以大家说不可能的我们一一都做到了 如果有人说那私人运具要电动化 那我们的大众运具公车要不要也要电动化 我们也跟大家宣布并且承诺 在未来的两年也就是二五年跟二六年 我们会把基隆市一百二十几台的大型公车 全部更换成电动全新跟低底盘的大众运具 所以我们的环保政策在我们的私人运具 跟在我们的大众运具全部都是来并行 我们并且也希望我们在我们的四年五万台 电动机车的更换达成后 我们可以成为全台电动机车最普及率最高 以及减碳量最大的一个县市 那当然在这个方面我们会继续的跟新北 这位基隆的老大哥 来继续请教继续学习 让我们的环保政策能够做得更好 刘和兰也称赞谢国良在防治空气污染方面 是一位非常有创意的市长 空屋 那刚刚这个国良市长特别提到空屋的整治 因为每个县市有特别的特性 那刚刚特别提到国良市长的创意非常的多 他用电动机车的方式来控制我们的 这个所谓的空屋的概念 那新北市也会用这样的角度来推出 譬如我们的五美城市 如何把工业锅炉做一个转型 我想这些就是互相学习最好的一个方法 城市里面难免会有竞争 可是合作学习是最重要的 所以今天跟我们环保局的伙伴 那特别来跟基隆市政府的环保局交流 特别来学习 特别来请益 那当然还是再次强调 国良市长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棒的市长 他不仅在市政的推动非常的尽心以外 他的创意是一直我们在市政 可以成长非常好的学习的典范 基隆和新北未来也将在海岸线 污兰准治 景滩 稽查环境教育等等各项环保工作业务上 将更加紧密 吸手合作 记者 郡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